成本太高,所以我現在一直在虧損 台電一直在虧損 所以我必須要在這次調漲電價 那我覺得你這個事情難道是上個禮拜才知道嗎 你是不是事先早就知道 但是你又不敢講 因為你怕民眾聽了會緊張 會感到恐慌 可是我覺得這個反而是一個反效果 你反而到了現在才讓民眾知道說 你之前講的都不是真話 那你以後再講什麼事情 還有誰會相信你 有時候他就是裝傻 然後不懂 然後就是笑一笑 苦笑就是這個樣子 那反正他認為說 CD定點嘛,不會怎麼樣啦 那我的感覺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就是踩在處罪那邊 反正他老公是朝中的大紅人 所以是無所謂的啦 老百姓的機率不是很好 這樣講 你如果在想說有點傷子 馬英九的時候 民進黨在野黨是如何修理對不對 那你現在是自己講的話 是胡說八道 坦白講 隨便亂講一下 應付得過去就好 每次到了夏天就說 台灣不缺電啦 所以不會有這個大停電的問題啦 那你不要講別的嘛 你光去年兩次大停電 再加上今年3月3號的大停電 其實民眾對政府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信心了 用電量持續在增加 新的機組上不了線 舊的機組陸續在足以 所以你問我說 今年夏天會不會有嚴重缺電的問題 甚至再度發生大停電的可能性 我覺得這個都有 風力和水力呢 基本上也是看天吃飯 那所以在這個不穩定的狀態下 他沒有辦法常態保持 大概10%到15%的這個 你這個固定的發電能量 所以會導致 如果當今天我們這個所謂的 綠能發電 他稍微比較比較不足的時候 其他的發電 包括火力 包括核能 包括水力等等 這些這一些的發電 就得要承擔很大的責任 而在這些結構上 都沒有辦法去調整的狀況下 缺電 確實是有可能在未來的 兩三年內就有可能發生 因為你的大家是小戶嘛 那這些加起來人數會比較多 那這個可能會立即影響到這個 我們年底的這個 九合一選舉嘛 所以他可能叫教使他們忍讓一下 今天動漲四年 是你政府自己的決定 如果你當時候都是分批一次 慢慢調整 你不會讓企業感覺到說 為什麼我一下子 電價要被調漲到15% 甚至剛剛提到的 住宅用電也被 超過一千度也要調漲9% 那這個不是你過去錯誤的政策 所累積出來的嗎 結果你現在把這些 都把它歸咎 把它甩鍋到這個企業 還有這些民生用電 用電量比較高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不合理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 再用二十五趟的 再用二十五趟的 再用三十六趟的